巴拉龜 乌拉龜 两个要找 先卖个关子 不过讲到这边 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 今天的故事主角是谁 每回讲到这位女艺人 大家就会联想到 台湾这家相当有名的真信社 这家真信社是 全台第一家与律师事务所合作的真信社 它不但可以帮助委托人 避开法律上的纠纷 同时又可以圆满的帮助你解决问题 现在就一块去专访今天的故事主角 欢迎收看 行销行销 安娜笑 江武浩介绍今天的三位来宾 首先第一位是我们大家感情的守护神 芭拉龜 乌拉龜 两个要找 艺人蔡龜 蔡龜姐 嗨 我们是可爱的主持人 你好 还有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蔡龜 蔡西龜 好 我听到蔡龜姐的声音真的很疗疑吗 好 那我们继续要欢迎我们的第二位来宾 就是我们的这个军岳真信的总经理 谭葵华 大家好 我是军岳真信总经理谭葵华 是 以及我们的行销专家 国际数位行销协会的秘书长 Echo 薛宜珍 大家好 在节目一开始 我真的想要跟蔡龜姐讲一下 蔡龜姐我真的是从小看你的节目 听你的歌长大的 哇哦 你知道吗 我夸张 我妈妈只要就是 我小时候我们放这个节目的时候 她只要看到有你出现在萤幕面前 她会说 那个遥控器不要给我动 啊 我要听完蔡龜唱歌 尤其是你的日本演歌 她非常喜欢 谢谢 然后有那个动人 打动人心的感觉 然后再加上你刚刚的笑声有没有 很疗愈 然后他带给大家欢乐 谢谢 哇 那你要问我什么 是 没有 好像说 你的形象就是升值在我们的心中 那这个形象 包括我从小到大这样看 我就觉得 欸 蔡龜姐 有那種傳統女性的 美德 溫柔 婉約 妳怎麼知道 我常看妳節目啊 妳散發出來那個氣質 然後加上有時候妳在談一些 感情觀的一些想法 妳也是很跟得上時代的 對 那跟得上時代 妳為什麼不說我衝向最前面的時代 很前衛 對 爬得很前面 對 所以我也想要問問蔡桂姐 妳覺得現在的女性 應該保有什麼樣的特點 保有什麼樣的特點 現代女性啊 我覺得現代女性 跟從前古代的女性 應該是差不多吧 就是 江山藝感本性男儀嘛 對不對 就是意思是說 我是認為女人 就是應該要像女人 女人就是女人嘛 對不對 要溫柔婉約 人家才會喜歡妳嘛對不對 那當然呢 那還有 可是有的人長得很漂亮 妳溫柔婉約很可 OK啦 那有的人呢 長得不漂亮 那麼就 很抱歉囉 不是很抱歉 要可愛一點 然後 對 就是 因為妳長得很抱歉 那妳就更需要 單裝一點 對啊 因為氣質 可以給別人感覺 不同的妳 是 氣質可以取勝 可以加分 對 氣質可以加分 那麼我是 妳要說我沒有氣質嗎 其實我只是 嗯 裝出沒有氣質的樣子 怎麼可能沒有氣質呢 對不對 對 不然這個 另一半怎麼會這麼喜歡對不對 立曼 立曼是誰 立曼就在現場 哈哈哈哈 我們的 對 我們的那個 彪哥 彪哥對不對 哈哈 妳為什麼叫他立曼 立曼啊 立曼 妳的 另一半 喔 另一半 少如雨 妳把話連在一起講 哈哈哈哈 畫面講清楚 不好意思 我的另一半 為什麼會喜歡我 我的另一半喜歡我 是因為 她覺得我 怎麼會跟別人不一樣 是 很有自己的特色啦 嗯 她覺得說 反正如果 她怎麼聊妳的 她怎麼聊妳的 她怎麼聊我啊 嗯 怎麼聊我 其實妳來問她 還不是問我 哈哈哈哈 她已經 逃出棚外了 好 逃出棚外 那我就自己講好了 她就說 如果每一個人 都一樣的話 那就沒有意思了 嗯 每一個人應該 有不一樣的感覺 是 對不對 女人雖然很多人 但是譬如說現在啦 大家 去整形啦 美容啦 這樣講是有一點 你不要去 整形美容不是罪 對不對 因為有時候 我們受傷了怎麼樣的話 當然是要整形美容一下 會讓自己更漂亮 對不對 好 OK 那但是如果說 每一個人都一樣的話 分不出她的特色 特色 對 那一定要有自己的特色 那她喜歡我的特色是說 我很好像 嘰嘰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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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嘰的 然後很開心她的樣子 對 然後她喜歡我的開朗 喜歡我的開朗 她就喜歡 然後呢 回到家呢 不敢說話 這就是我的特色 嗯 哈哈哈哈 那我相信 潘總當初會找我們 蔡閨姐來做代言 應該也是有你看到蔡閨姐 這樣的一些特質對不對 非常的適合 擔任代言人 您剛才跟蔡閨姐在聊天的時候 妳沒有發現她很有溫度 對啊 很快就被她的那個 親和 親和力給感動了對不對 像這樣您家小姐姐 是啊 哈哈哈哈 對 當我們在跟她聊天 在跟她談 我們的理念的時候 對 她給我們的感覺是 第一個 她 就像我講的很有溫度 然後呢 對於我們這個行業 她有她自己人心裡的想法 想要幫助人的那種想法 對 對 然後本身她自己 就是一個親和力 報表的一個人 嗯 常常有那種 等於說設身處理 會有點影響 換位思考 對 是 所以說呢 當時我們就覺得 蔡閨姐是 公司代言的 博二人選 對 然後原來是這個原因 對不對 馬上就 好感動 拉近距離了 心都融化 本來就很近啊 對 本來就很近 她坐在我旁邊啊 是 那其實那個時候 君悅真信成立自己 已經14年的時間 在民國98年成立的 我記得那時候 我跟Echo剛剛出社會 對不對 那時候 承認對不對 那個時候我記得 因為我們在電視台 擔任記者的時候 那個前總統馬英九 都會公開說 抓狗 找菜鬼 然後 真的很轟動喔 在全台灣的時候 然後包括我們同事之間 也會開玩笑 因為有時候 相信Echo也有遇到 有些女同事來上班 包括我們自己 有時候有些情感上的問題 然後 女同事有時候表情就很像 不阿民 或是 油頭咖民的時候 你問她怎麼了 她可能就會很焦慮說 沒有啦 我找不到男朋友 她好像失蹤了 或是說 她好像 是不是有別人啊 或什麼的 有一些情感性的問題 然後同事之間就會開開玩笑說 去找蔡龜姐啦 去找蔡龜姐啦 那我心裡想說 早點認識蔡龜姐 可能就會少走一些冤枉路 因為有時候 有些女性可能礙於面子啦 她就沒有辦法踏出那一步對不對 礙於面子 踏不出那一步 是說 你說的是 比如說是 有些不好意思跟人家講 比如說她男朋友 對 有些什麼狀況 又有別的女朋友 對 或是家裡有發生什麼樣一些事情 可是問題是 她都不知道啊 她不知道她的朋友在哪裡啊 她不知道她的男朋友家裡發生什麼狀況 所以她又如何開口 對 所以她會憋著憋著就憋出病來了 憋著憋著就憋著 憋著憋著就上來了 憂鬱症不是這樣上來的 憂鬱症是腦子有問題欸 又不行 我這樣打破你的話 顧鮪 對 因為很多人對憂鬱症 我們這樣這樣聊一下 對 因為很多人會以為 憂鬱症是來自於心情 對不對 其實不是 真正的憂鬱症是細是 腦子創傷 腦神經裡面 腦神思常心裡面有問題了 受傷了才會有憂鬱症 这才是今天的忧郁症 不要忘记了 我现在告诉你们的是 医学长学 那么你们所谓的忧郁症 那是心理的忧郁 那个叫 那个焦虑症 那个不是叫忧郁症 忧郁症是一个很严重的病 那个可能想不开 或者是想得开了 无所谓 死掉也无所谓的 就对人生是没有什么抱着希望的 才叫忧郁症 那这样子就很糟糕了 所以说我们要帮助的人 是那种就是焦虑 糟糕了 我的男朋友 他到底那个人家疑心病 他疑心病不好意思说嘛 他会觉得 你这个女孩子怎么那么小心 你都还没有结婚 你管你男朋友 有没有几个女朋友 管东管西的 我觉得你还得了 对啊 男人最怕的就是说 我都还没有跟你结婚 然后你就一天到晚就约束我 要问我你去哪里了 你的电话为什么打不通 你要知道男人有的时候很忙 工作很忙的时候 他很讨厌女孩子 一直追着她的 我看谭总一直平平点头 谭总你是不是也很怕这样的女生 想得非常好 假如所有男人的心里面相所下降 真的喔 会怕对不对 这种女生会怕 会怕会怕对 所以这样女孩子如果说 你有怀疑你的男朋友 其实你要看到或者听到有人讲说 你哪没有 我有看到她跟很多很多女孩子在一起 在交往 那如果你觉得说 她有对你有所情感的承诺 比如说她有讲说 我最爱你了啦 我真的很爱你 你是我唯一的宝贝 以后我们公主家庭好不好 如果她有对你讲过这一句话的话 那么你才可以去追踪她 那么如果说你知道说 她还有别的很多的女朋友的话 那么你才可以说 自己去追踪不好看 她有认定你了 你才能够去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对对对 然后她教的你声是不是好呢 好还是不好 其实这很简单 就马上去找真信社 我这样子马上切入我讲给你讲 为什么呢 因为真信社 我们的真信社 还有帮人家做的就是 婚前真信 对不对 比如说相亲 或是说现在网路上 大家会认识一些 不认识的男男女女 对不对 对对对 你一定要先搞清楚 这个男的到底好还是不好 对不对 那或者是这个女的好还是不好 如果她根本就是很糟糕的一个人 那我在节目上说过 这一个女的 哇很有钱很有钱 结果呢 很有钱很有钱 去交往一个 也当然是很有钱很有钱的男生 可是呢 跟她相比很奇怪 那个女的 哇塞开法拉利的车 哇 然后好几栋房子 然后嫁过好几个老公 然后老公都到天国去了 对对 那这样子的话 你调查出来的话 你还敢嫁她吗 是 然后你还敢娶她吗 对不对 就会却步了 却步了 对对对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做婚前真信 我说得就变 对不对 对 却总 婚前真信现在越来越多人在执行这一块了 没有错 因为就像蔡卉杰讲的 你一定要对对方有所了解 你不能说交往到一定程度 真的很深的时候 这个时候 双方 感情拔不出来 不管是感情 不许金钱 金钱纠葛 而且两个家庭可能会有很多的交错 对 这个时候如果你要 才发现她今天是个狼人 或是今天是个渣流 不要拔开来恨她 是 所以说婚前真信是很重要 是 所以洗感情 真的是 蔡卉杰也看过很多 委托人的一些故事 一些奇闻异事 对不对 哇很多 刚才有啦 怎么可能没有啦 对不对 在国外的时候也有啦 可是我觉得 一定要放下疑心病 对 疑心病也是一个最大的挫折 因为很多人是会有疑心病 对 女生或者是男生都免不了 对 在爱情 呃 陷入爱情的时候都会有疑心病 对 那疑心病的时候 她就会怀疑 嘿 我是说 结婚以后 对 不是结婚前 哦 结婚以后 有疑心病 那会活得很辛苦 对啊 尤其是在 臭坏婚姻的杀手 对 真的真的 譬如说在外国 你们移民到外国去了 对 那有钱嘛 移民到外国去了 移民到外国 你们有 譬如说加拿大 美国那种地方 有没有 哇 你买这个 这个是旗甲的地 又有农场 又有马场的那种 然后老公一起来 就喜欢那种 因为有钱嘛 对 就不需要什么 什么 什么工作 对不对 然后一早就起 你起马出去玩 对不对 然后天黑再回来 然后那女生 老公就想 我老公是怎么 一早就站在外国 蛤 我杀鸡罢不太重 就开始怀疑了 开始怀疑 我怎么感觉 你好像在讲 某位人事 没关系 想谁都没关系 然后就找真信社 对不对 好 因为你的疑心病 找真信社 那么真信社 就真的呢 OK 有帮你去查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 你老公是起马出去 真信社很辛苦 你是不是知道真信社 真的是十八班五一都要会 还要会骑马 对 现在真信社 这个问题很强 真的 很重你还会什么 什么我们不知道的 真的要会骑马 你要知道骑马跟前面那个 就是每天骑马出去的人 然后我们这个骑马 我们那些骑马处的人 是不是 骑马是不是能够有比他要好呢 如果比他不好的话 他一起就上山那种山坡 有没有 看过那个西部店 有没有 包包包包包 这样撞上去 就找不到他了 找不到他 也就犯了你的马 如果不是很好的马 还从上面摔下来 摔都摔死了 是 吃亏吃亏大了 对不对 我们开真信社的人 还要亏钱 马赔不起啊 对 十八班五一都要会 对不对 对不对 现在还要超过五人机 对对 是不是 空拍机 所以说 然后出动 所以说刚刚我签断的话 签断了我们的探众的话 就是疑心病 就是四个儿子 不要太疑心病 因为每个人都有他的爱好 对不对 但是我们也很欢迎你 你有疑心病的时候 尽量来找真信社 对 你不找真信社的话 真信社不能帮你解决 那帮你解决了之后 原来我们虽然摔死了一批 但是呢 帮你找到了 因为你老公只是骑马而已 根本不是去找马子 不要太担心 那个时候 如果你们都是有钱人 移民到海外的话 真的疑心病不要太多 因为你们家有钱 对不对 你们老公是有钱 对不对 还是你有钱对不对 那时候你就看电视就好 不要好好 原本没事情 这就有事情 对啊 对啊 如果疑心病 比较快 找一只 找真信社 找真信社 帮你先化解一下 你内心的一些问题 然后你了解一下 那我们真的很喜欢听 蔡桂姐讲这些故事 尤其她经常在这些综艺节目 或是 坦话性的节目 每回分享收视率都不要高 这些故事都可以好好来运用 对 没错 我就是刚刚听蔡桂姐 有讲那个骑马的故事 我想说 就是根本就是断背三的剧情 欺负牛仔把马骑出去 然后跟谁优惠这种剧情 我觉得真的还蛮好笑的 那其实蔡桂姐 刚才还在讲到那么多事情 就是我觉得她很根本一件事情 就是她在做故事行销 因为其实我在感情的约分里面 其实大家都会很在意说 欸我 有没有人比我还惨 对 或者是我的故事在里面 是不是真的是 特别的 大家会觉得特别的同情 其实大家会有这种一些共感 所以其实我就以故事情销 刚才这件事来做一个 我们的一个行销发展 其实是还蛮不错的 那以文字来讲的话 现在目前我们可以运用一些平台 譬如说像是 我们通常会去像一些论坛上面 像D卡上面看一些 有人写她的感情小故事 她跟男友 男友劈腿 其实那个点阅率都很高 因为大家都想要八卦嘛 就是有文字八卦这种 其实大家也会看 那我觉得像这种故事 也可以把它转换成文字 发在论坛上面 就有很多人追踪转发是一种 第二种呢 其实我觉得现在啊 以目前来讲 短影音的趋势是非常流行的 蔡规姐刚刚讲的那些故事啊 真的一分钟也没把它演完 真的喔 大陆不是有很多那种短影音吗 就是讲一分钟把电影讲完 什么大壮啊 小美啊 有没有 就是把一个感情故事快速的讲完 然后重点讲出来 然后大家快速的理解 原来不是只有我这么惨 还有很多人很惨 但是这些很惨的人 她都是怎么去解决问题的 找身心者 对 真的很期待 很想要再听蔡规姐 定期的做一些分享 接下来会有这些计划吗 一定会有 对 而且是会跟海奇的去做 对 因为蔡规姐的故事太多了 真的 可以帮人家解疑惑 对不对 又可以告诉我们 这个塞干净有什么现象 对不对 说听的啊 我刚刚讲的那些 其实不是故事 是真实的事情 就是真信社 就是我们的真信社 去真信的时候 所发生的事情 对 其实还有就是 我们的真信社最难得的就是 你看连董事长 然后还有我们的员工 都是 你说上山下海通通会 对 不要说骑马啦 骑马你看 董事长他就是马术协会的 对不对 然后骑马还是台湾冠军 去第一名 对 不得了耶 第一名耶 你们知道吗 不知道 对 他叫陈俊森 你知道吗 董事长的名字记起来 陈俊森 是 所以说很厉害的 对啊 所以一定要来找 军岳真信 对对对对 对 然后我们的这个 这个我们的总经理呢 谈总 谈总 直接叫姓 姓吧 他讲出来没关系 没关系 谈总 对 我们谈总 他上山下海 对 到技术真的 他还会吊钢尸 是不是 小辣头都透 太厉害 小辣头都透 一定要这样说 真的 其实真的是 要当一个 就是真信社的员工 或者是 真信社在里面 比如说主导人 还是什么 都是不容易的事情 但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就是希望能够 帮所有的朋友呢 你們就是解決你們的困難 而且是圓滿的解決問題 不是要幫你們拆散喔 我們不會想幫你們拆散 我們最終的目的是想幫你們 抓了之後呢 然後又把它呼合起來 所以才有感情守護神的這個封號啊 對不對 真的非常符合 因為確實以目前來講 就是現在我覺得剛才其實有講 要做所謂的那個婚前的資訊 有婚前協議一定就要有婚前資訊 我覺得現在其實 現在人的感情關係跟以前已經不一樣 其實接受度其實是非常大的 那感情守護神其實它是因應現在目前的時代而生的 就是我們希望我們的品牌形象 跟品牌影響力可以擴展 就是我不僅是婚後我要幫你守護你的感情 其實在婚前啊 就像剛主持人有講啊 其實像網路交友 遊戲交友的情況啊 它可能不透過不見面 但是它還是可以有一些感情的糾葛在裡面 像這種我覺得就很適合來找我們去做一些偵查 那甚至如果今天你的女兒 然後她就是堅持要去跟網友見面 可是她又不要爸爸媽媽跟的時候呢 你很擔心她 其實也可以請我們一起去旁邊觀察說 那到底有沒有安全嗎 比較放心啦 對我覺得這個其實都是我們的工作的範圍之一 所以我覺得科技偵查 然後不管是什麼樣的時代 就是科技在怎麼進步 其實像我們這樣的存在 都還是很重要的 是 其實回過頭來要問譚總 我們的徵信社多半其實會跟法律牽扯到一些問題 那這個部分軍業徵信也走得很前面 它是台灣第一家跟律師事務所合作的徵信社 是 沒有錯 因為這種業結盟 基本上對我們這個行業 以及對律師業是相不相承 大家都有一個好處 接著因為有律師他的直接的諮詢 所以直接諮詢就是說 比如說客戶會說 跟我們諮詢完之後 他另外再去找整個職 另外再去找那個律師事務所 那直接透過我們 第一時間就可以聯繫上律師 對 甚至在線上面對面的去做一個協談 對 所以這個對各方面來講 以及對委託人來講 我覺得是最直接的 所以就像剛剛蔡輝姐妳講的對不對 妳看他們員工18班無異要會 對 而且也要懂法律 然後EQ要好 要有耐性 所以在挑選員工一些想法層面 都是非常慎重的 剛剛我們在台中講了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索律師對不對 很多人呢 譬如說去找真心社 真心社因為台灣很多嘛對不對 那妳隨便找一家真心社 妳就會想 我來找一間比較小的 比較小的 比較小的就 問題是比較小的 就後面這樣 對 我跟你講 最可怕的就是 那個就是真心社的人員 他如果是一張嘴很會說 對不對 說得天花亂天 但是他做的時候 就是 法律素養可能沒那麼強 對 他沒有很 很飽足的法律常識的時候 他可能會讓妳變成 就是這一件事情 他幫妳處理好之後 妳變成犯罪了 所以說 軍業真心的好處就是在 我們跟那個律師結合 那有很多律師知道說 其實妳這樣去真心 妳這樣子去查之後呢 其實是犯罪的 妳還害那個委託妳的人 他也犯罪了 這樣就不好了 對不對 這是很重要 這一點真的很重要 很多人不知道這一點 對 就想說 幹嘛還要先找律師 有律師在的話 那很恐怖 才要貴多少 我跟你講 不會貴多少 我跟你講 如果妳要搞清楚一件事情的話 就算再多花個十萬 我這樣講很誇張 再多個十萬 但是妳要想想看 如果妳被騙的時候 那個不是只有十萬 妳家裡真的要 幾個億都會被 沒錯 被刮造去 然後一條命也被刮造去 那個時候妳覺得十萬 刮得來還是刮不來 對不對 我這樣說 對嗎 要想長遠一點嘛 對不對 所以我想插句話 我們畢業結合律師 諮詢是不收費的 不收費 這個更厲害 但是主要是我們的客戶 初步的諮詢是沒有不收費 所以說她要委任和解僱 對 委任律師 做後續的處理 才會有不收費 這樣我剛才說不到 初步諮詢的時候 初步諮詢是不用收費 這是我們給客戶的一個優惠 那真的很照顧每個委託人 我以為要錢 我還跟你們說資訊要錢 不好意思 我們的團眾說資訊 開始的時候資訊是不要錢的 讓你了解一些法律常識的 不要錢的 你不來找契約真信 你要找誰呢 我請問你 只有我們契約真信 有法律的律師合作也 這麼不得了的 台灣大概就只有我們這麼真誠 這一家契約真信 而且俗話說 預防勝於治療 我覺得這個部分也是在做一些預防性的動作 就像我們身體嘛 平常就要保養要預防 對 免得亮紅燈了齁 對 那對感情的預防 相信蔡桂姐也有一些佩博想要傳授一下 感情齁 感情 感情 你是說 如何預防勝於治療 如何預防勝於治療 要怎麼去觀察 去做一些 就是警示一些 可能接下來會發生一些情況 其實 如果你有發現什麼樣的一些狀況 就要去注意了 如果你們常常看我們的 俊約真信的這個 俊約真信全球粉絲業的 有沒有 裡面我們彈總說話的話 對 跟你們分享的一些知識的話 你們一定會知道 我覺得這個讓他來講比較對 對 好 那彈總呢 彈總有沒有什麼要分享的 叮嚀一下大家吧 其實我覺得 護性很重要 但是要預防 預防勝於治療嘛 對不對 可是有些事情防不勝防 既然防不勝防的情況之下 你可以從對方的蛛絲馬雞 去了解一些不尋常的 因為你跟他相處一定很清楚 對 你就覺得很奇怪的時候 第一件事 不動聲色 然後真的覺得有問題的時候 而苦又沒有答案的時候 就來找我們幫你去調查 是 千萬不要先自亂正教 對 穩住 對 千萬不要自己去胡亂去做 調查的動作 因為常常 看到曝光以後 之後呢 我們來接受就非常難辦 因為他們會隱藏得更好 對 可能會有這個情況 對不對 沒有錯 我覺得男人喔 我跟你講男人是自尊心很強 我跟你講大部分的男人自尊心 我這樣講沒有錯嘛對不對 男人跟女人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我在外面聘事業 當然現在也有很多都是女人聘事業 我在外面聘事業 聘的鑰匙鑰匙 我累的鑰匙了 你還懷疑我對不對 然後他們就會不開心 那這個 就等於是 就剛剛他講的就是 我今天穿得比較漂亮出去 我穿得比較沿途 沿途 噴一個香水 趴梨趴梨趴梨 趴梨趴梨 搞不好不是因為要去約會 對不對 搞不好不是喔 搞不好就是 就是因為今天我 想要接到另外一個更好的cas 更好的老闆叫 好的生意這樣子 對對對 所以說 不要亂誤會 所以剛剛我講的說 不要亂去誤會 你的老公對不對 是 但是呢 如果說他講的是 每一次出去 噗噗噴槍水 那就不一樣了 對不對 像我們團總講的 每一次 奇怪 很長期有個變化了對不對 很長期有 對啊 本來我老公就沒有這麼愛漂亮 怎麼最近就變得這麼愛漂亮 像我們團總這樣講的話 才需要來找真心事 對不對 我這樣說才需要 不是說你們都不要來找 而且真的防不勝防耶 對啊 像現在還有一些用這個 匯款的方式去打暗號對不對 對對對 我有聽說 其實也看過這樣的案例喔 就是他們現在因為 通訊軟體就是很盛行嘛 然後就是現在老婆 也會看老公的通訊軟體 但老公也知道老婆會看 所以他們怎麼樣去跟小三通信呢 其實他就是透過 我匯一塊錢給你 那我們不是現在轉帳那個 用手機轉帳 下面會有一個備註嗎 就在那邊直接打留言 欸我們約在哪裡見面 然後對方也會一塊錢過來 就這樣子會來會去 會來會去通話 因為現在網路監控非常的頻繁 大家都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所以大家就會更防堵了對不對 對 磨高一尺啊 然後 對 應該是道高一尺磨高一丈啊 其實真的是防不勝防 坦白說 我這樣講 因為 我個人啊 是 我從小我就是 家裡的人呢 的信件 我不看 我老公的信件 我不看 因為沒有經過老公的允許 我不看他的手機 對 重視隱私 對 這是一種尊重 對 你怎麼可以偷看老公的手機 是 因為手機是老公的 雖然他是你的老公 但是他的手機 你不可以看 他的錢包 你不可以翻 這是他的 對 這一點我們台灣 有一點 就是在教育上面 我覺得 有一點瑕疵 你們會說 那我不看的話 我就不知道 不是這樣子 如果你都不看的話 老公會覺得我 倍受尊重 倍受尊敬 對 我就不會做壞事 是 但是我這樣講沒有用耶 因為台灣已經 已經變成習慣了對不對 但是我老公 我老公的就是我的 所以我就可以看 對 然後還有人就是 為什麼會老公殺老婆老婆 殺老公就是 你不是真愛嘛 所以 你不是真的愛 如果你愛一個人 你會殺他嗎 你捨得殺他嗎 就算他 他紅信出牆 你會殺了他嗎 那就算我老公去 跟好多個女人在一起 但是我愛我老公 我會殺他嗎 不可能嘛 愛真愛 是不會有傷害的 對 你就是沒有真愛 所以我說 找真信社 你在懷疑的時候 找真信社 找真信社 幫你查清楚之後 你就不會有問題 對 不要發生這種人倫悲劇 真的 你在不找真信社的情緒之下 很多人因為懷疑 然後 一定啊 一直情緒上來的時候 對 控制不住的時候 對啊 你看人倫悲劇多少 我們在新聞打開 人倫悲劇 老公殺老婆 老婆殺老公 太多這種案例 都是因為誤會 對不對 那你何必要有 這麼樣的誤會呢 是 來找真信社 就這麼簡單 一句話 今夜真信幫你解決 讓你不要有人倫悲劇 是 所以 未來啊 在代言上 蔡閨姐有沒有什麼想法 想要再去挑戰的 挑戰的 或是說 譚長這邊在未來的一些規劃上 雙方有什麼一些計畫呢 這樣 其實我們持續 就在 對網路的一個普及率 以及各種不同的傳媒上面去做努力 一定要以時俱進 那蔡閨姐就是我們的靈魂人物 沒錯 那我們每一次 在可以允許的情況之下 我們也需要蔡閨姐能夠盡量參與我們的 廣告的投播 投播各方面的 所以 當然這是我們將來的情緒 我們也希望說 能夠幫助更多的委託人 真正去解決他的問題 而不是製造問題 是 太好了 真的 不要製造問題 在這個社會上 我們現在的社會真的有一點亂 真的喔 坦白講有一點亂 那這個亂是因為 其實也是全球的亂 嗯 那麼這個亂 既然 既然是因為有一點亂 那當然就 還是一句話 對 因為亂 那沒辦法 你就 再亂是 時代 亂而不亂 亂而不亂 保持自己的一個 中心的價值觀 對 走在一個比較正確的道路上面 對 那個正確的道路就是 找甄信社 哈哈哈哈 那最後Echo我們的 本集產業的行銷總結 對 因為我覺得今天的甄信 它其實已經有一個很明確的 蔡龜的代言人的這個形象啦 所以我覺得它會持續走下去 因為不管怎麼樣 看蔡龜姐這麼大力的支持喔 我覺得就是 往現在目前做的行銷操作去做 那我這邊會建議的就是 我們剛剛有講嘛 我們希望還是可以有一些短影音 對就是每一個就是情感的故事 它有什麼樣不一樣的成因 或者是我們有什麼樣的觀點 其實都可以在短影音裡面去做一些呈現 就是短影音的散步 其實效果像IG啊抖音啊 這種就是病毒式的傳散 其實我覺得是一個還蠻不錯的方式 那第二部分呢 其實大家 其實我覺得一般人 對於甄信社裡面的行業 其實大家是一知半解的 其實它是一個非常神秘的行業喔 所以我覺得可以有一些逐步的就是 那甄信社員工在做什麼呢 因為就是以國際來講 其實我們也算是偵探的一種啊 那我們可以把自己包裝成 我們就是一個偵探社 除了就是兩高之外 我們其實剛才 我到底會不會騎馬 會不會掉鋼絲 我如何去學空拍機 對 我覺得這個東西可以去讓大家知道 原來我們十八八五一都會 我們幫你解決問題 我們自己學了很多東西 我覺得這個其實還是要有一些 推出出來 我們是真的很強的這樣子 真的很歡迎 也要很歡迎喔 你們對甄信社員有興趣的齁 你會潛水的 是 或者是 春水不要小看潛水 是 很有很多人 有些有錢人就很好玩 他們就潛水要做那個事情 反正是在海面上喔 你只能看到兩個人 兩個人輕輕的話沒有醉嘛對不對 可是海下面呢 他們在幹嘛呢 你都不知道喔 但是我們的這個甄信社的潛水人員 就可以拍攝得到 哇喔 你的秘密通通被我們抓到了 所以說 真的是 為什麼我一直 一直強調 甄信社 你們來找很重要 因為我們 對 我們的人員 會潛水 會騎馬 好 還會掉鋼絲 未來還會有更多的根據 對不對 這個就很不容易了 你要知道耶 潛水攝影師很難的事情 還會攀岩啦 對啊 還攀岩 攀岩 攀岩很 攀岩 因為我從小就爬樹 很喜歡爬樹的人 所以我就很喜歡游泳的人 所以我就 我不能說因為我自己會 所以就覺得說 就是很簡單 好像這是很簡單的事情 所以我們歡迎你們加入 然後你們加入之後呢 當然你們還是要自費去學啦 你不能說你要錢出來 還要按你付錢對不對 不過如果你加入我們的話 我們訓練你當然就是會折教 訓練不用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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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什麼都不要錢啦 對 這是老闆對員工的愛護 因為員工是公司的資產 對 沒錯 那就是他當然要簽約了 一定有 要是我們的職員 我們才會訓練比較錢 要不然的話你要知道 那個潛水的這個裝備是很貴的 對 那我潛水我是不用放裝備 因為我從小就 就回來 對我三歲就會游泳 我可以潛到水裡面 我不需要 是 我本來背那個 氧氣筒不會潛水 因為有些樣子會怕沉下去的 我不能把我自己會的說 說你們也可以這樣子做 因為那個是一種呼吸法的關係 呼吸法我從來都不會用會不呼吸 所以我沒有辦法被那個 哎呀 氣筒 但是我就是告訴你們 就是到我們的公司裡來 對 如果您有興趣的話 當我們的公司的職員太棒了 你會學會十八般武力 我們都會 幸福企業啦 對 譚長有沒有什麼話 要再次跟 觀眾朋友們分享一下 再次推廣一下 均越甄信 其實我們公司成立這麼多年 我們一貫的宗旨就是幫客戶 接著解決問題 不是製造問題 因為他們找了太多 其他的甄信公司 然後 最後呢 出了一大堆問題 回過頭來再來找我們 我們等於說 幫別家公司收拾結尾 查立點 但是就是說 因為宗旨在這個地方 我們是抱著幫助人的心態 當然公司也要盈利 對 那我們的收費絕對是合理的 那有許多的委託人 就像蔡惠傑講的 貪便宜 便宜不好貨 常常就是因為便宜 然後案件沒有處理好 對 那未來要花更多錢來處理 花更多錢 對 我們也很不喜歡接到這種案件 但是如果真的接了 還是想辦法幫客戶完成 那麼我也會忠實地告訴客戶說 你今天碰到什麼問題 你花費大概是多少 很透明 非常透明 那客戶呢 你也要很忠實地告訴我 你有沒有發生什麼事情 是不是有自己跟過 諸如此類的 如果你沒有據實已告 增加案件的困難度 其實傷害的是自己 不是我們公司 我們公司還是我想辦法幫你完成 只是你花費會更多 對 那我當然期許 不要有太多奇奇怪怪的 一些事情發生 希望說這個人間是美好的 是美滿的 但是有人的地方就一定會有問題 是 那各種問題都有 還有人性問題 對 那我們公司呢 能夠盡量所有 各方面的事情都能夠處理 但是違法的事情我們不做 我們也不希望客戶違法案件來找我們 那我們只會一句話 我們不接 是 對 好 最後最後要請蔡閨姐 再次跟觀眾朋友們 有什麼話想要提醒一下 還陷陷在這些苦海當中 或是有莫名的疑心病的人 來一起給她 來一起給她 我叫他們說不要疑心病 這個是人性嘛 對不對 坦白講你要我鼓勵他們 我當然是鼓勵不要疑心病 但是這個不是 我鼓勵就馬上就可以 就你就做得到的 因為這是人性 對不對 那你剛剛說疑心病還有什麼 深陷苦海或者是 深陷苦海 拔不出來的 拔不出來 其實我覺得 很多人說 如果你真的是受不了了 那就放下吧 對不對 那你如果放不下 那就找真心社吧 對不對 最重要就是找均越真心 對 因為有的時候你 就是因為你 疑心病 加上你的 就是 就是等於是說 沒有辦法分析 然後那深陷苦海 就是你 這掉入人那種感情 執著在那裡 那個泥罩裡面 你真的拔不起來 你自己拔不出來 然後又不能分析 又不好意思跟人家講太多 那麼沒有關係 我們呢 還有心理分析師 那就是蔡歸 開玩笑 開玩笑 對 會跟你分享 就是說你要怎麼做 你怎麼做呢 會比較好 對 那麼就 不要至少麻煩 但是找真心社呢 我們可以分析給你聽 分析給你聽之後呢 然後你照著真心社 要幫你忙的 去做的話呢 那麼你就可以解決你的 不要說感情問題啊 不只是感情問題 還有你的婚姻問題啊 對不對 還有公司問題 對 如果你們公司發生了什麼事情 你不信任的人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們也可以幫你們解決 對不對 都在我們軍業真心的真心範圍裡面 對 對對 真業真心範圍太廣了 我們剛剛講的只是男女啊 對不對 還有就是譬如說 商業真心 商業真心啊 對 婚前真心啊 還有沒有別的 是 還有一些其他的範圍 個人塑形的調查 對 個人數學 個人塑形的調查 對 甚至說 就像剛剛蔡閨姐講的 小朋友的問題啊 小朋友 只要有人的地方 交友狀況等等都算 對 生活的層層面面都是 今天非常謝謝我們的蔡閨姐 還有譚總精采的分享 讓大家可以預防剩餘治療 還有少走一些冤枉路 對 也謝謝Echo經濟的解析喔 那下一集 行銷要請下來 還要分享什麼主題呢 我們希望下回還有機會 請蔡閨姐繼續來跟我們分享喔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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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 請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